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宏觀散打 今天是4月20號 星期三 今天就和公司的自己組員 講一下市場 大家聊一下 其中一樣我們通常會做 就是走去彭博資訊機 看看過去一段時間 環球主要的股市 哪些是贏家 哪些是輸家 去年底到現在 哪些主要股票市場是最大贏家 十大輸家 看看排名 直到昨天 年頭到昨天 升得最厲害的股市 就是秘魯 拉美那邊是秘魯 第二個升得最厲害的是巴西 接著是哥倫比亞 納米比亞 接著第五是俄羅斯 所以這就是升幅五個最大 都應該不是太過 正式的排位 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可以股種 我們都沒有辦法 不過我們對於這個賽果 是不太意外的 因為主要 這些都是跟資源 天然之源 能源相關的股市 或者經濟 今年來說 能源 個別的金銀銅鐵 這些礦物 價錢的反彈都比較厲害 所以這些地方受惠 這個應該不算太詐異的賽果 看回跌得最厲害的那些 今年到昨天來說 跌得最厲害的股市 就是韋雷瑞拉 這個有少少意外 因為韋雷瑞拉的經濟 其實主要是靠能源 但是能源反彈 反而韋雷瑞拉就是跌幅最大 這個應該是跟他本身 那個國家的一個政治 和一個深層的經濟的問題 面對的困難來講的話 一個脫不裂的關係 可能大家不是太過留意 韋雷瑞拉發生什麼事 其實韋雷瑞拉過去這兩三年 或者其實過去好一段時間 都是一直在逃空 基本上就是政府不斷走這樣的社會主義 買國民的支持 但是其實一直都是用石油的出口 所賺的錢去不斷去揮貨 所以基本上就是入不敷之 嚴重入不敷之 加上今年來說 韋雷瑞拉就不單止 油價反彈當然這個是利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 韋雷瑞拉今年的降雨量 就非常之少 所以就嚴重地影響 韋雷瑞拉的國家電力生產 因為韋雷瑞拉最主要的電 是來自於水力發電 那你沒有水就沒有電 所以這個也是對經濟 造成一個白上加進的情況 而跌幅第二最大的 就是中國上海的上升 綜合指數 然後就是烏克蘭那些 就不說了 但是看回剛才說 升幅最大的五個市場當中 包括巴西和俄羅斯 分別呢 巴西就排第二位 年初到昨天呢 就升了38% 俄羅斯就升了22% 同期 都差好一段 其實 大家跟同事聊天 想起 其實三個月之前 剛剛好三個月之前 就是1月21日 1月22日 那時候 記得當時 其實1月 如果大家還記得 雖然這個時間 不是很久 但好像已經過了很久的時間 那1月20日 那時候 其實就是環球 都是一片 幾 幾 驚青的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的股市 其他一些資產 其實當時油價都急跌 就是 油價反彈是 由1月20多日 2月左右 1、2月之間 油價才反彈 但是 那時候也是 一個急插的情況 還記得 當時我們都看回 我們有個紀錄 就是 1月21日的時候 那幅十大的股市當中 正正是包括了 就是巴西、俄羅斯 那當時巴西 只是年頭到那時候 說三個星期 三個星期 巴西是跌了17點幾% 俄羅斯是跌了16點幾% 老實說都是難聽難聽 但是 其實在過去三個月 由跌十幾% 現在變了 上升二十幾至三十幾% 那其實三個月 一來一回的差距 是說四十幾、五十 或者五十幾% 這都是 不可以說 一個不誇張的情況 其實看巴西和俄羅斯 來說的話 都有很多地方 都很 幾類似 第一 就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 都非常依賴 天然資源 俄羅斯 比較獨孤一美 能源是它的主要 經濟明白 當然俄羅斯也有 一些礦的 黃金、鑽石、油 這些俄羅斯也有的 農產品俄羅斯也有的 但如果是說 最重要的話 完全不用置疑 就是能源 包括石油和天然氣 相反巴西來說 它的天然資源 就略為多元化一點 巴西是全球其中一個 最主要是產鐵礦石的地方 也都生產煤 當然 油也是巴西其中一個 都相當重要的 一個天然資源 然後就是一些農產品 即農作物 甚至乎肉類 這些都是巴西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巴西 雖然都是叫做 依賴天然資源 但它就比較 是那個層面 是叫做寬一點 而看這兩個國家 其實過去這五年 其實都是 跟著天然資源 那個周期 是一直向下的 我看回如果 由2011年 因為2011年 就是天然資源 當時還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跟著 從2011年開始 其實就一直下降 無論是油價也好 農產品價格也好 或者是抗物的 相關產品 工業的金屬 都是在2011年開始 連續 差不多 連連都 一直滑落 所以如果看過去五年 巴西和俄羅斯 那個股市的跌幅 其實都 挺接近的 從2011年的高位 跌到今年 就是最低位的時候 巴西跌了差不多八成 以美金計 以美金計 而俄羅斯 就跌了七成 多些 所以其實都 相當近榜 但是 巴西今年 反彈得比較多些 俄羅斯 也都 不少 其實看回這兩個 國家 除了 依賴天然資源 也跟著 資源周期 滑落向下 其實 他們除了經濟的問題 或者經濟的困境 之外 也都面對政治方面 一些問題 俄羅斯的政治來說 可以說是比較簡單 因為 不存在 俄羅斯的領導人 出現了一個 不穩的情況 因為 普京絕對是 不單是權力 絕對 甚至乎 普京在國內的 民眾的支持度 也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 不關這件事 反而是 向外的問題 因為 大家可能 還記得 兩年前 俄羅斯 派軍 進去烏克蘭 黑海的地方 視乎 你怎樣去理解 這件事 因為在俄羅斯的角度 他就去鞏固黑海 因為他一直都認為 黑海是他們自己的地方 他有管轄權 當然 在烏克蘭的角度 認為不是 因為 黑海其實是屬於他們的 所以 視乎你怎樣去注釋 但是 歐洲和美國 當然是 跟俄羅斯的看法是相反的 所以 因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在2014年 年中開始 美國和歐洲 對俄羅斯實施經濟 投資 和貿易的制裁 所以對俄羅斯的經濟 都受到相當大的打擊 所以俄羅斯的經濟 除了資源的周期向下之外 也是在政治方面 在外面 這是外面 所比喻的 一個政治壓力 雙重打擊 至於巴西來說 資源之源的周期 剛剛已經說了很多 反而在政治層面 就出現了他們國內的一個執政 特別是總統和執政的黨派 一個受到國民的一個不支持 一個信心的動搖 再加上就是近期 越久越麻煩 甚至巴西的國會都通過了 可以對現任總統 採取一個彈劾的進程 這個也是一個政治的危機 不過這個政治危機 就不是外國的勢力對巴西 而是巴西自己國內 本身自己的政治問題 所以從而引出了 因為這個也是 拿回舊一點的時候 我記得去年 去年的時候 我在另外一個節目 《宏館經濟》當時說過 就是利益申報 因為當時我都說了 我本身有投資俄羅斯的 相關基金 因為我覺得 在俄羅斯來說 我覺得能源的價格 這樣下來的話 我覺得有一段跌得太厲害了 當然我不敢說什麼時候到底 但我覺得是相當低的位置 而俄羅斯當時所面對的 一些外國所給的 一些政治的壓力來說的話 當然是重要 這是絕對不能夠漠視的 但是另一方面 看到普京其實都已經開始想辦法 另外開一些渠道 西方對他實施經濟貿易的政材 於是他就向東方那邊 嘗試打開貿易之門 向日本、南韓、中國、印度 不斷向東方那邊伸移 也能取得成果 明顯地看到 東方剛才所說的那幾個國家 是非常受落 也紛紛派領導人 跟俄羅斯高層接觸 甚至簽訂了一些貿易的協議 所以在這方面我看到 西方的制裁當然有影響 對俄羅斯的經濟 但是並不能夠令俄羅斯 跪地求饒 反而令俄羅斯變陣出擊 從而減輕了那個情況 所以我自己的判斷 我就覺得這個其實是有一個 直播率是存在的 但是相反來說 巴西我就不敢搏 雖然看回今年來說 巴西的反彈大幅比俄羅斯 但是到現在來說 其實我都仍然比較覺得 直播率不是太高 原因就是 天然之源的周期 大家相約 這個是沒有什麼彼此的 反而就是巴西的政治問題來說 是自己國內的政治問題 而更加重要的是 現在的總統來說 它是不斷採取一個否定的 一個對抗的一個態度 而不是說我承認錯誤 然後就怎樣去改變 然後就去 make things better 不是現在這樣 而是仍然在抗爭 這件事其實是有段時間去搞的 可大可笑的 所以這個不明朗 或者不確定性來說 就是一些事情 我是不想碰 因為這個其實我節目也說了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政治的分析員 所以對於政治的發展 我自己的觸覺其實不是很敏銳 老實說 再加上現在去到巴西這麼遠來說 老實說 就是神經病多 到底發生什麼事的話 其實真的沒有一個很好的掌握 但是在我角度來說 就是政治的東西 加上是國內 仍然未見到一個明朗化的情況來說 這個是一個問號 實際太大的問號 我就沒有辦法去碰 所以這個也是 在我角度來說 如何比較巴西和俄羅斯 所謂的危機 如何去取捨 如何去 誰是值得博一些 這個是少許個人意見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 星期五跟大家再講講其他話題 拜拜